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俊廷 同学们您是不是看到报表永远都觉得头昏脑脏 想学好会计却怎么学都学不好呢 会计的重点是理解而不是背诵 更不用数学好也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的演算 只要您会加减乘除 您不用去死背强记这些会计的专用名词 只要理解简单的概念就能够运用自如 会计是什么呢 会计是以数字来表达公司组织的经营运作跟活动 它的单位是货币 理想的会计作业不是只有记账而已 而是要能够透过这个数字来解读经营 并且能够提供管理决策跟投资者的一些参考 我们会由基础的原理交起深入浅出 使你快速的了解实际作帐及报表分析 制作尽能够独立的作业 接下来就让我们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带领你们进入会计入门的课程 谢谢